记者郑景与台北报道,台大女瑟士生黄一鸣上月20日遭新北健身教练朱俊颖恳心杀害后分尸,家属经办追思会,黄女哥哥受访时表示,凶贤她们家至今离个道歉也没有,一点歉意也没有,判她十个死刑我们也无法原谅黄女的遗体经过76行者遗体美容团队不眠不休的努力,成功在今日追思会前, 将被分尸17块的遗体修复完成,黄女哥哥也感谢团队以及姑姑王威君一路来的奉献与协助,黄女哥哥说,追思会是妹妹人生的毕业典礼,依照她生前朴素低调的个性,还有对大自然的喜好,简单以白花及蜡烛布置,因黄女英文名字就是Jasmine,所以主要使用茉莉花为主题, 同时感谢来参与的亲友,愿意来送贝美最后一程,黄女哥哥也强调,希望政府多做努力,起初她们发现贝美失踪时,跟多家派出所反映,报案,但基于个资法,通保法等等,都成基层警员和家属的寻人障碍,若不改变,未来相似的情况一定还会再出现, 此外,凶贤父母至今未现身道歉,黄女哥哥除了感到无奈外,也痛斥,凶贤他们家到目前为止一个道歉都没有,一次道歉都没有,一点点现意也没有,她就算胖了十个死刑,我们也没办法原谅她,黄女哥哥还说,她至今仍然还走不出来,只是强迫自己正式事实, 每晚看到妹妹的房门,想到妹妹不在了,就相当难过,追思会在今日周五一时三时分续结束,会中不少黄女的同学有人上台分享与黄女的回忆,不少人当场难过掉泪,随后黄女家属进行出殡,将黄女一体火化。